什么开机啊 这个图大家现在看不懂 没有关系 这就是一个电脑启动的图 按照我们以前画的编程时候学的一些牛转图 我们至少我们比较清楚 这个黑圈就是起点 这个公牛眼 这个我们称为公牛眼 就一个黑圈外面再套一圈 公牛眼就是终点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状态图 它的一个元素 在我们star email这样一个元素 同样的我们建一个状态图 再看一下 也是add diagram 在这里找到我们状态图 是谁啊 state chart diagram state chart diagram 这是我们状态图 左边就是它的对象 看似有点多 很多都是没用的 不用太担心 我们说28原则28原则 我们把最集中的注意力 放在最有用的那两层上面就行了 好 我们一一来对应一下 这是一个状态节点 什么叫状态节点呢 就这个对象 它现在处于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这是状态的子节点 这个很容易理解了 其实它们俩是一个东西 是一个东西 就好像我们刚才包package 是不是还可以有什么 还可以有一个子节点 就会是子排阶器啊 这样子对吧 子模块啊什么的 要求大家汇这个的画法 这个画法不会 就是手画不会也没关系 然后下面这个是初始状态 就是一个时星 这个要汇手汇 结束状态 公流眼 交汇点 这是个交汇点 就是我们两个两条线条 在交汇的时候 以前我们工程图喜欢这样子画 对吧 我们在这这样画 这样画 这个choice point 选择点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说白了 有的时候 在进行一个出口的时候 它可以有多入口和多出口 这个叫选择点 这个叫一个圈带给H 表示浅层历史状态 待会我会详细介绍的 这个一个圈带给H 加个星号 叫深层历史状态 这个叫同步 就一条大出现 这个叫对象流程结束 这个叫状态传递 这个叫状态的自我传递 好 下面我结合着我们的工具 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些对象 这不就是我们的一个状态图吗 这个状态图 我们就拿开机的过程来讲一下 首先放一个起点 然后最终肯定是个终点 我们要描述的是 比方说是电脑 电脑 它有多个状态 它有多个状态 比方说第一个带机状态 叫什么呢 叫做 叫做什么呢 static 静态 我就认为是一个静态 那么 或者叫 这样 叫这个不是很好 叫no power no power 后面加个ing 我先加一个ing 表示没有电 继续画节点 我们先把节点都画出来 你看我画的又没有很有意思 我把节点都画出来这连线 这样会比较快 然后 我们用自然语言来表现一下 这个时候 我按了一下开关 然后它是不是就是启动了 好 我们就认为是一个starting 启动中 启动中 然后 到了启动中的时候 到了windows那个地方 它已经启动了了 但是需要有一个什么 登录 这个很讨厌 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登录 然后呢 输了进去过后 它是不是正常的就打开了 对吧 我们就叫运行了吧 它就运行了 让你 然后我再按了关机 它是不是要关呢 terminating 关机状态 最后 stop 好 那么在连接它们的时候 这每一个都是状态节点 当然你愿意给它们 放个子状态节点 无所谓 它们俩是一样的 我就不想去讲解它了 意思就是 它里面还可以再talk它 这个很容易理解 对吧 把某一个状态 再给它分解 我们就要连线了 我们看一下这里头 哪个是连线的 我们说 找节点和线条 对不对 这个图有点奇怪 大部分都是节点 线条在哪 就下头这两个 一个叫传递 一个叫自我传递 这个线是什么 按照我们刚才 你别看它名字变了 其实它跟我们刚才 用力图的 sociation是一样的 就是成熟语句 明白吧 我们来传递一下 好 在这个时候 什么都不干 nothing 我们还是给它一个type nothing do nothing吧 然后 你看到没有 他们这个状态 不是一个个在变化吗 对吧 我们重点是不是要分析 它这个状态变化 是由什么触发的 那么也就是说 这条线 我们可以认为 它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 触发的一个小条件 或者说 一个逻辑描述 对吧 但是 不能准确 我们不能称它为 一个事件 你可以把认为 一个事件 因为 我们的状态 还有更准确的 这样一个事件描述 为了方便 我再给它一个stereotype 叫click power click power 类似 login 谢谢 这个地方注意 如果说 你看 我们从它 到关机的这个过程中 好 这就是状态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变成待机 什么时候会变成待机 waiting 我们是有可能变成待机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待机 其实也是在运行中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 把待机放在它里面呢 当然可以了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本身 是不是我们去点了什么东西 它才带机的呢 不是 实际上有的时候 是他自己的一些消息 对不对 自己比方三分钟没碰它 那么所以说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用它 看到没有 这就是自我传递 甚至于你可以用到这个子里面 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 这就是最最简单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度 那么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状态节点 这些都没什么好说的 这些都比较简单 这些都比较简单 那么来看一下状态节点 状态节点 有三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一个叫interaction 一个叫do actions 一个叫exact actions 这三个是什么呢 表示进入的动作 执行过程中的动作 和退出的动作 也就是说 你看我们当它 我们既然分析状态 到状态的改变 比方说 我们从no power到starting 开始启动这个过程 启动达到这个状态的改变 我们是不是重点 要分析一下 它的进入的 是触发了什么动作 才进入到它的 这个能理解吧 比方说 给它进入的动作 就叫click power button 看到没有 这个是不是就变了 再有个enter 表示进入 斜杠后面是它的动作 名称 那么 它的退出 有没有什么动作呢 从我们这个 到它的那个状态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动作的 对不对 那么它的中间动作 是什么呢 是等待 waiting 看没有 do 下滑响 那么exact的退出动作 我们当然也就知道了 那么我们在哪会考虑 退出动作呢 在这个地方 running 退出 到我们的terminate 到关机的时候 我们就会给它设定一个退出动作 叫什么呢 lunk click power button 长按 把这个拖大一点 ok 你看通过这种方式 什么时候退出run 里呢 在我们lunk click 长按了我们的power button 这个时候 它退出了我们的这个run 这个能理解吧 所以那实际上有的时候 我们会问了 那么它的退出动作 有的时候就是它的进入动作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我们是两个都画呢 还是只画一个呢 实际上取决于 你主要要分析 哪个对象 哪个状态 取决于你主要要分析 哪个地方 所以都画还是只画一个 是你的权利 明白吧 好 每个节点我们就知道 有这三个了 这三个一定要会手画 要求 状态节点怎么画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 圆角矩形 中间一条线 上面是这个状态的名称 状态名称 下面是三个对象 三个动作 也是三个事件 叫进入事件 下滑线 后面加名称 然后叫中间执行事件 以及退出事件 exact 这样子画 这个绘画 关于这个子的 我就不介绍了 一样的 就在他这里 长得不一样而已 他跟他 他就是他的一个 继承的子类而已 好 这个 啊 junction point 就是我们的一个交叉点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要用到的时候 它的一个交叉点 这个choice比较有意思啊 举个例子 我们running状态 如果退出的时候 有多种可能 有多种可能 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 它退出的时候 是有多个出口的 比方说 长按可以退出 比方说 突然断电 也可以退出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这样子了 这样子了 它可能就退到他来了 能理解这几个点的作用吧 就是出口和入口了 就出口和入口 不同的出口和入口 明白吧 然后你再把他们的不同的 写到这个里头就可以了 不同的写到这个里头 而且这条线 它也可以设置 它的一个出发器 看到没有 可以设置它 一个出发器 这个你看 调用事件 等等 时间事件 也就是说 当时间执行到哪里了 怎么怎么样 这样子 你看time even 比方过了三分钟 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这个话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 它跟他有的时候 还有点重复 所以没有关系 这个是 你就把它理解成为 就是 你可以认为这样吧 它就叫even 它就叫事件 它就叫动种 好了 这样 好 那么有的时候 我举个例子 就拿我们这个平保来说 我现在我把平保挪出来 我既然我已经 汇了时间事件 这个东西了 我就给它这样子吧 给它设置一个 时间事件 叫什么 三分钟 不碰 碰电脑 这就是时间事件 它就变成waiting了 对不对 那么当然 既然有了这个 它是不是也可以返回回来 这个很容易理解吧 这个返回 比方说我们碰了一下电脑 这个我也不写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有的时候我们想象一下 有的时候我要刻意的表示 它返回回来之后 就是 它触发了平保 或者待机 返回回来之后 它应该回到我们原来的那个界面 我举个例子 现在就是我正在使用这个界面 我突然 它变成平保 或者待机了 再返回回来的时候 你希望桌面整个都清空呢 还是就 就保持现在这个原貌 应该保持原貌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引入了一个叫 历史对象 知道它的作用了吧 意思就是回复历史 那么这个条线怎么连呢 改一下 先连到它 再从它连回去 好 这个就表示 当它回来的时候 这个地方保持我们原来的原貌 什么叫浅层历史呢 就表示 它是保持原貌了 但只有这一层 就好像我们Android Android 我们回去是希望干嘛 它那个Activity 那个层叠关系 那个站关系 全部都给我保留 还是只是保留最上的这一层 最上的这个Activity 仅仅是最上的这个Activity 就是一个浅层历史 如果全部都给我保留 就是一个深层历史 明白了吧 这就是浅层和深层的一个区别 所以一般情况下 是不是我们可能会考虑 用到深层历史 但是这里有一个 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有时候你混吧 没关系 只要你说清楚 它是保持历史 就是一般情况下 不做特别需求 我们就用H就可以了 当然严谨一点没有错 严谨一点没有错 那么有的时候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它也会有一些同步现象 比方说 当这个 这两个出口的时候 我要求必须满足 两个出口的条件 都达到了 才能terminate 有没有这种情况 就好像我们有两百钥匙 必须两百钥匙 同时开启 这个门才能开启 对不对 而不是说 OK 你也可以关 它也可以关 那好 我这就放一个同步 然后给它改一下 然后呢 这个时候 我想大家猜得到 该怎么做了 就这样子来划 这个就表示 这个情况最容易在哪里出现 最容易在我们入口的时候出现 比方说 我们以前有这种表单 就是某一个单据必须是什么 科长批了 就是两个科的 两个科室的科长同时批 一个是采购科室 一个是财务科室 两个科室同时批了 我们这个单据才能走向下一个状态 是这样的吧 所以我们在入口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会用到这个同步 对不对 这关系 通过这种方式 就能够给它表现出来 下面就是 那么有的时候 在我们这个里头的细节的时候 我们还会去给它做一个 很小很小的这样一个流程 比方说 我们说了 我们在这个里头 还会有一些子状态 状态和状态之间 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改变 我把这个图拉大一点 有的时候 在状态和 下面里面还会有些子状态 那么我们也把它连起来 这个时候 它可能本身就是一个小的完整流程 有的时候 就是我一个状态里头 就像什么呢 我们说动静世界是由